我們今天特別來到核研所 來瞭解一下現在大家很擔心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白星淨水場的上游 大氨溪上游是不是有核污染的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去追究事實的歷史的嚴格下來 是真的有發生這樣的輕爆的這個狀況 也有水污染的狀況 在23年前這些狀況發生 但是就剛剛所一些專業的數據考察 跟他們了解了以後 這個半衰期是30年要10個半衰期 也就要300年才能完全核污染的問題才能夠解決 那現在用人工的方式幫他圍堵在這個地方 這2.3公頃的管制區 那我特別請他們帶我來現場看 我今天來到現場看到 就能夠清楚知道他們怎麼去處置這個部分 那當然核研所的說法是說 把這個管制土地呢把它管制住 那水源的部分把它做區隔灌溉水源 可是我來現場我看到的狀況這邊 這個激水雖然地表上面水不能夠互相流動 可是這個水會滲到地底下去 那這是我比較質疑的部分 剛才我也有一些想法跟一些專業的問題 就較於他們 我想回去我會再分析一些數據跟資料 不過今天來到現場看到的話 會比較清楚知道就是說 坊間在講的這些狀況跟事實的狀況 還是有一些差距 不過我們會繼續追蹤這個部分 最起碼在後續管理的部分 要讓這個市民們知道 這個水源的這個安全 尤其這是有關係我們 整個新北市百姓淨水場所有的水源 原水的水源的安全 所以我們會特別去注意 所以今天就像我的後方 可以看到這裡是上面是核研所 之前清報的整個水源出水口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整個2.3公頃都是一個管吃的區域 在這邊跟大家做個說明